歡迎回到金錢戰隊節目現場 這一段的教學 我們請教到我們的 國票投稿的門女分析師 婉瑩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到底巴菲特怎麼會這麼會賺錢 大家還記得 巴菲特在2020年9月 一年多前的新聞 那時候他買了日本五大商社 大家可能有記得這個新聞 但是你知道 這五大商社 最近幫巴菲特賺了多少錢 賺了超過一倍 他買的金額當然很多 重點是這麼難做的行情 他竟然賺了一倍 那他怎麼樣切入 大家知道巴菲特喜歡做長期投資 通常第一個他會選什麼 這個價值型投資法則 就剛剛穆阿哥第一段有提到的 價值型投資現在很流行 股進比第一個比較低的 那五大商社裡面包括 伊藤中商市 婉紅 這個租社會社 山井物流 山林商社 商市 對不起 還有住友商市等等 當初他買進的時候 這些五大商社的市值 其實都還不高 但是在他買進 報了大概一年多之後 市值全部翻倍 所以從市值選股法好像長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婉銀幫我們做個教學跟觀察 好的 其實最近這個利空頻傳 包含這個中國這邊因為疫情封城 那通膨 那接下來下禮拜F1C會議的一個紀錄又要再公布 那投資人就是紛紛的滿擔心的 但是我們其實還是想要找到產業趨勢確定向上的股票 所以今天帶來市值營收筆 要來帶給大家 你要叫我們市值營收筆可以選到好的標的 是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現在在全球前十大上市公司 市值的狀況 第一大是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已經纏聯了龍頭已經兩三年之久 那另外就是第二名是這個微軟 第三名是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石油公司 叫沙烏地阿美 第四名是這個Google 第五名Amazon Tesla 那再來是這個也是巴菲特的一個投資公司 叫做波克夏 波克夏 那另外就是NVIDIA跟臉書 也就是FMG 它其實建壓股還是南跨在這裡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前十名幾乎都是老面孔 所以說這樣會帶來一個疑問說 這看起來這些公司 每一年這個市值一直在提升 這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市值越高越吸引投資人又進去 我們只要買市值高的股票就可以了嗎 看起來好像這麼一回事 那其實市值跟股本還有產業地位 都是我們去了解公司營運的一個狀況之一 但是這個市值越高 是不是就越值得投資呢 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這個市值營收比的公式 它其實就是這個price to sales ratio 那它其實就是計算的一個方法 它就是這個市值營收比顧名C 它就是股價除以營收 也就是說股價相對於這個美股 這個年營收的比率 那它其實我們對照這個公司來講 它就是這個股價除以這個美股營收的概念 那這個美股營收是怎麼算出來 美股營收怎麼算 在這裡 在這邊 年營收除以流通在外的股數 是的 它等於就是說這個公司它每一年賺到的營收 除以流通在外的股數 那這個股數的話 我們目前是以一股十塊錢來做的計算 那市值營收比這個公式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投資人他到底願意花多少錢去買這個公司 他每一股創造出來的營收 理解 那如果我們來看這個公式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 這個股價相當於這個美股營收的多少倍 那如果市值營收比它的這個值 它如果高於一個數值的話 可能就代表它的估值偏高 那可能投資人就比較沒有獲利空間 所以股價營收比越低越好 對 越低可能就代表它潛在的上漲的一個投資價值越大 那我們來看到底是多少 這個數值代表多少比較合理 我們等一下下一張會來帶到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公式 因為剛剛算出來看起來無SARS 那我們先來帶台積電 這個真實的案例帶進來帶怎麼計算 那我們看到這個3月30號收盤價是600塊 但今天跌了2% 那我們在外流通股數是這個259.3億元 這邊以每股10億元來做計算 所以是億元 那市值約當這一天來講是15.56兆元 這邊要注意一個是市值每一天都會改變的 所以這個是每天是浮動的一個數字 它並不是不動的喔 好 那在台積電去年賺多少營收 這個是 這已經確定了嘛 確定了 這是確定的數字 1.587兆 好 那所以這個市值營收比算起來呢 就是這個600除以這個61.2等於9.8 那61.2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們來看上面 那我們就要以這個一年的台積電的年營收 來除以這個流通在外股數 就是剛剛這個數字帶進來 對 好 帶進來之後就是61.2 算出來是61.2 所以我們這個股價營收比最後算出來就是9.8的數字 哇 市值營收比9.8 很高的 我聽起來好像蠻高的 我們來看下到底要怎麼判斷 好 這個運用準則呢 我們有去查一下很多投資上面的書籍 那我們就是看到 其實上面大部分的說法是說 市值營收比超過3 就不要進場買進 真的喔 那台積電剛剛多少 9.8 對 台積電9.8 我看起來好像他的意思是說 好像有點太貴了 不要進場買進 有這麼可怕嗎 但是也不是叫你去放空 是的 好 那今天有看到一個例外準則 例外準則是什麼 如果他這個公司是要面臨爆炸性的成長 所以這個市值營收比如果超過3 仍然算是很低 所以說其實還是要考量這個公司的產業地位 還有技術 這個未來的前景等等的 尤其最近這幾年 因為大家都去買ETF 那台積電因為占整個ETF 他的成交比重是很大 所以說最近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不過這些不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什麼樣的市值營收比 小於多少算是一個 具有非常大的潛在投資價值 好 這邊看到的是 0.75以下 0.75以下 其實是滿建議 如果有看到 可以留意就對了 留意 對 超級公司的股票就可以進行 這個布局的一個部分 所以3以上不要進場 0.75以下 可以留意 留意外景 那這個呢 漲到3到6倍之間 建議是賣出 因為這邊提到說超過3不要進場買進 所以如果到3到6之間的話 就是你願意冒險的程度跟市場樂觀的情緒而定 這邊的話就建議做賣出 這邊是一個通責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但這個市值營收比 並不是無敵的 也有缺點 他也有他的缺點 婉姻很細心 通常大家只講優點 不講缺點 我們來看市值營收比缺點有哪些 是的 剛剛有就是告訴投資人說 我們市值營收比的公式 就是這個股價除以營收 年營收的部分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 他用一年的營收來當分母 來做計算 來算說 我們投資人願意花多少錢去購買這公司 每一股創造出來的價值 但是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個 淡忘季他沒有考慮進去 對 有些產業有他自己的淡忘季的循環 對 像是這個電子五哥 這個還有包含這個智慧型手機 還有包含基盤代工 其實他的旺季 通常是落在這個第三季 或甚至下半年 那是不是說我淡季 用這個比率來這樣算的話 好像看起來就會有點 這個偏高的狀況 所以說其實他忽略了淡忘季的差異性 這是一個缺點 對 還有一個忽略獲利 是忽略獲利 因為營收只有數字對不對 但是毛利率 營業率沒有算進去 是的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好像就是在看 他營收每年成長多少 但是沒有看到他到底有沒有在賺錢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網通股 包含8044的網家 甚至像是這個創業家兄弟 那其實這些電商一開始他在養流量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還在蹲的時候還沒有賺錢 那這個時候 市值營收比對他很有利 但是沒有賺錢的公司 投資人買起來 可能都會是他考慮的一個要點 這樣 理解 好 還有其他缺點 另外一個缺點是說 好我們現在來比比看 市值營收比 我們現在來A公司跟B公司來比比看 如果我今天我是一個投資人 我要來投資A公司或者是B公司 市值營收比一個是3 一個是4.5 照剛剛講的 應該是投資比較低的對不對 對 選A公司 選A公司看起來好像是比較便宜 為什麼 因為每投資三塊錢 他就可以拿到什麼回報 就可以獲得一塊錢的年營收 可是我投資B公司 我投資4.5塊錢 我才能拿到一塊錢年營收 聽起來哪個比較划算 A公司比較划算 那我們就有可能會選擇A公司 對不對 就是投資人可能就會選擇 市值營收比比較偏低的股票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子 怎麼說 因為這公司可能 這個營收可能是一個比較高的機器 未來來說 我們還是要持續追蹤 他未來的狀況 萬一他有不如預期的情況 但是我們以為這很便宜 就馬上進去買 這也很難說 是 好 那每一個比率 其他都有優點跟缺點 那如果我們可以考量到 這些缺點進來的話 就會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考量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們用範例來舉例 好 那其實這個8069元泰 他就是在做一個電子書的閱讀器的一個廠商 他過去來說都是做這個黑白兩個顏色 後來就晉升到彩色了 那最近這兩年呢 因為受惠於這個疫情的關係 因為新零售的趨勢比較傾向於零接觸的一個經濟 所以說電子貨架標籤 現在看到在Walmart 或者在Costco 現在已經越來越看到了 我們看到這間公司非常特別 這間公司它從2011年到2021年 就是去年來講 它的股本幾乎都沒有任何改變 都是114億元 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說最近這10年 他都沒有跟市場投資人要過任何一毛錢 他都沒有增值就對了 但是他的獲利 有沒有看到節節的上漲 真的 股本都沒有變 但是獲利一路的增加 對 這樣子的話 對投資人其實是個很好的消息 你用一樣的股本 可是其實他幫你獲得的回饋 是一直在翻倍成長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秘密在裡面 就是這個疫情的關係 助長了他的ESO 零接觸的經濟 那另外現在其實能講究 這個能源的一個議題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產業裡面 看到這個龍頭 就是8069的元太 那其實這兩年來講 他也持續在擴充電子材料的新產能 那今年會比去年再去擴充 大概1.3到1.5倍的產能 目前的市值 報告大家 是1441億的一個市值 那它的一個營收 去年來講 大概做到200億元的年營收 那今年的營收 法人預估是可以做到 這個350億元 就是可以比去年成長了 75%的一個營收 目前的市值營收比 算出來大概是四倍而已 所以其實以市值營收比 我們其實計算 在今年來講 每一季都擴充這個材料的產能 明年再去投產 那其實在2025年的話 全球的電子貨架標籤的 全球總市值可以來到 這個3400億元的規模 原泰可以每年去 賺這個ESL的滲透率 9到10% 那我們預期說 在未來兩年有機會 可以晉升到 前100大台股的市值之列 它市值會越來越大 會超過這2950億元的規模 也就是我們認為股價是有機會反映 長線的獲利成長 好 非常謝謝婉營帶來這一段 從市值營收比 如何挑到好的範例 給大家做參考 下一個階段跟永年副總來討論一下 行政院長蘇葵之前 提了一個乳酪理論 來解釋缺電的問題 被訂得滿頭包 永年副總要提出火車理論 到底什麼是火車理論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來解釋了